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枝丸啦 S2的開荒已經開始了 那大家應該都快要結束我們的新手時期了 那目前我這幅是已經倒數12小時 就是要結束我們最難老的新手拓荒時期 許多人剛教這遊戲應該都會有個拓荒陣容的疑問 那經過我這樣一輪實測下來 目前我覺得最穩定的陣容就是官方推薦的這一套 在我們這個台服特別版就是只有12域開局 很多人在開局前都以為是跟陸服一樣是屬於14域陣容 所以他們的隊伍組成會組得很完美 可能可以用劉備開局然後怎樣開局 但是由於台服版本是不能租借武 就是陸服的這個交易所 他的榮耀商店是可以租武將的 租武將就是可以租我們的祖軍 就是呂布阿漢呂群呂然後跟 劉備孫權還有曹操都是可以做租借 然後可以用整個賽季 但是這個台服國際服特別版本是沒有這東西的 所以你不能租借 但由於國際服的版本是12域開局 所以你有珠跟沒珠是一樣的 你不可能把劉備丟上去直接拓荒你的頭100%爆開 那我現在拓下來就只有一個東西 兩個東西適合拓荒 一個是你抽到郭家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你抽不到郭家的情況 假設你沒有郭家的話我會建議大家 走這個開局模式 我把它說的武將先丟下來 因為新手實體是不會有武將的預備兵兵損的 所以我稍微把它丟下來一下 那給各位看一下 而目前我覺得開荒阿最穩的陣容就是 劉備絕對不要放 不要妄想劉備可以讓你順利的開荒 根本就不可能你一定會突破血流 那有一隻武將是我上一季就特別準備 這是我們的琉璃 那這隻角色其實在前面是很好用的 因為他只有遺域 對於十二域的開荒是非常好用的 那這隻可以拿來幹嘛 可以拿來塞寶物 他就是一隻拿來放寶物的角色 那他又會有補血技能 那這個跟諸葛景比起來都是差不多的補血量 甚至這隻補的時候還比較多 所以我會覺得說諸葛景跟我們的 這個小哥哥就是我們的一個前面的補血電檔器 那最穩的開局模式我認為是陳普加大橋小橋 然後跟我們的諸葛景 剛好十二域 這是最完美的開局方式 你基本上從偶到尾可以拖到底 絕對不會頭破血流 那把裝備小橋的話 如果你沒有比較高配的裝備 你可以裝個魚長劍跟正平 那如果你有高配裝備就是我們指電劍 指電劍要拆孫全 如果你有的話 你可以讓他裝我們指電劍 把傷害拉到最大化 那大橋的話我會建議就是帶蘇伊 這是拆司馬懿的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拆關於你的那件鸚鵡戰袍 那一件也是不錯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寶物 我會推薦我們的大橋可以帶蘇伊 然後跟我們的這個鸚鵡戰袍 都是很好開荒的 那陳普的話 如果你S2有抽到這個懸甲的話 懸甲我忘記是抽哪一隻的 反正如果你有抽到懸甲的話 我看一下是哪一隻 印象中這個懸甲 讓大家猜一下這個懸甲拆哪一隻 懸甲拆高順 如果你有抽到高順的話 你可以把它拆成懸甲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好開荒 是因為他這邊武力傷害減免加40% 之力傷害減30% 那武力傷害減免在前面還沒拓6D之前 很多的那個陣列出來都是武力傷害的陣容 所以你武力減免40%是對前期開荒超級有幫助的 那後面你能拓到7D跟6D的時候 差不多你第二個寶物已經開了 就是你的角色來到20等了 那20等你就會開第二個寶物 當你開了第二個寶物 把你的鸚鵡戰袍裝上去 為什麼要這樣裝 鸚鵡戰袍50%獲得這個簡易效果 可以套用在我們的懸甲這個上面 就是他這個智力傷害減免 是扣在自己本身30% 但是如果你帶了這個 他的這個課擊效果可以直接把這個減30%給弄掉 所以你的成譜一定要這樣配 把你的坦度最大化 那大橋呢就可以來裝素衣 那素衣裝完之後就有減傷效果 然後異性在15% 再加上你用偵查土地 然後來去看有沒有異性 如果都是男生的武將的話 那你就直接減30% 而且還有增盡效果 那另外一個我就比較推薦 帶我們的青郎書鼓血量比較高 那如果你還有財產 你上一次有去抽我們的諸葛亮的話 你可以把它拆成七星燈 這個也是補血神裝 那諸葛錦的部分呢 可以拿來做很多東西 你要拿來做輸出都行 像我就是諸葛錦當紫電劍 因為紫電劍的傷害是固定的 那有控狀態就可以用 那所以我的諸葛錦就是裝紫電劍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高配裝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帶我們的正軍印 那相信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不難抽 還蠻好拿到正軍印 那正軍印拿到之後 你也可以帶 我不建議帶這種加傷害的角色 因為前面拓地最重要的是 減少兵的耗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去帶我們的正軍印 這類就是減傷減免的東西 去處理你的前期拓荒是最穩定的 所以前面拓荒這個陣容成型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你都打得過 基本上你可以順利的拓到七級都可以 那你拓到七級低的時候 差不多你的劉備 你的玉子就會上來 你就可以把劉備換上來 或者是你有郭家的話 我會建議你張開 如果你有郭家的人 你可以把郭家一開始就拿來拓荒 那郭家的陣容就會比較傾向於 這個樣子 我們把小小換掉 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他可以有諸葛錦的回血 大橋的補血 那大橋跟陳普的坦度 直接坦住前排 讓大橋去坦住一排 或者是陳普去坦住一排敵人 然後讓郭家瘋狂輸出 郭家一個人的輸出 就可以打得很誇張了 所以如果你有郭家的 我會建議你用郭家開局 但是有個重點 你的郭家要有兩個東西 才能用郭家開局 一是指電劍 二就是他的祭九角 除非你有祭九角跟指電劍 還有一個叫做六濤 六濤是屬於拆這次的司馬暉的 如果你有司馬暉這隻角色的話 把他拆了 這個六濤可以讓你的郭家 基本上接近無敵 這個東西給我們的郭家開局 是最好的 目前拓荒拓下來的心得是這樣 那這邊稍微教大家一些小招式 如果你有一些武將 例如說 你有一些成將 那大家都知道前面的拓荒很重要 所以可以練一些小武將來幫你打城市之外 也可以幫忙加我們的聯盟的一些經驗值 因為如果你有去打地的話 你是會有這個土地貢獻的 這個貢獻會讓你的猛比較好升級 那這個的話 要怎麼升很簡單 就是你把你的垃圾隊組起來 什麼叫垃圾隊就是你用不到的武將 除了你拓荒會用到的武將之外 其他武將都可以隨便各自組一隊 然後如果你經驗夠多 當然就可以來拓荒 怎麼拓你就直接把 打完地的回程這個選項不要打過 那你這邊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瘋狂來這樣連刷 那這個就可以不用理他 直接這樣刷到底就好 你就可以直接把 這個這一隊的武將體力全部炸幹 那炸幹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獲得這個掃蕩的物資 掃蕩這邊呢 你打完它是會有銅幣的 那銅幣之外還有我們的石料 那你可能說這個石料250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這樣一直激少成多的話 它是有很可觀的量的 而且你這樣刷的話 是會讓你的工會經驗值升比較快的 就是你的聯盟經驗值 你可以幫助你的聯盟更快 達到需要的等級 然後來收更多的玩家 所以這就是以上 目前我拓荒下來的心得 那到明天中午12點 應該是已經過12點了 所以是今天中午12點 就已經新手期結束了 那大家還有一些多位的武將 也不妨拿出來刷刷地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拓荒的心得 跟一些比較推薦配置的陣容 那這個陣容可以一路讓你狗到你的 你的這個大殿到十級都不是問題 已經都已經實測完了 那目前溫道七上敗 可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拓荒教學 跟一些聯盟升級的小PayPal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